拿破仑、波拿巴 近代史上第一号的传奇人物 他的一生波澜壮阔 战争、权谋、起起又落落 然而最重要的是 他一手创建了现代政治体系的运行规则 并一直传承至今 这是他留给人类世界最为厚重的礼物 拿破仑1769年 出生于一颗西加岛上的一个破洛人 和贵族家庭 他的出生时间 大致上与工业革命的歧视时间差不多 此后 他的人生轨迹 也基本上与工业革命的进展保持同步 1779年 十岁的拿破仑离开了科西加岛 进入布里埃娜皇家军事学院 选择的是炮兵专业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 在当时 法国皇家军队的军官 九成以上都是贵族子弟 这些贵族子弟们热衷的是 追逐传统的骑兵和步兵部队的官位 对炮兵这样远程作战的技术兵种 贵族子弟们并不重视 对拿破仑来说 他的破落贵族家庭背景 虽然能够给他一个加入皇家军队的机会 但跟真正的贵族相比 他的家庭背景可以说分文不值 并且经常在同学之中被嘲笑 选择贵族们看不上眼的炮兵 就给了拿破仑上升的机会 1785年 16岁的拿破仑 从军校毕业 守少尉军衔 开始在炮兵服役 1789年 到他20岁的时候 法国大革命开始爆发 由于工业革命而逐步强大起来的新兴资本家群体 不满足自己低下的政治地位 要求从贵族手里分享权利 然而 法国大革命过程乱得一塌糊涂 当时的法国正处于酷烈的自然灾害之中 夏季旱灾 冬季雪灾 没完没了 老百姓的生活因此极端困苦 然而当时的法国国王 因为深度涉入了美国独立战争 帮助美国独立 跟英国狠狠地打了几仗 政府开支太大 以至于债务高企 还债压力非常大 法国国王迫于无奈 于是只能加税 法国贵族们也是变本加厉 在全国各地广设税下 不光是货物运输要交无数重税 连恶到出去讨饭的流民都要交税 1789年5月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召集国民会议 商量进一步加税的方案 老百姓对此当然火矛三丈 国会会议中的资本家代表 向国王开出了条件 加税可以 帮你渡过财政难关也可以 但是必须限制王权 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减少王室和贵族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这些要求被路易十六一口拒绝 1789年7月 忍无可忍的巴黎人民发起了连续的暴乱 7月14日攻占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巴士抵御 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法国的国庆日 8月份路易十六向国民会议屈服 然而国民会议事实上也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 限制了王室和贵族的权力 接下来呢 权力的真空由谁去填补呢 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很容易解决 无非是一整套的文官体系而已 然而在当时的欧洲来说 这是全新的问题 没有现成的答案 只能摸索着前进 这种摸索当然会付出代价 于是 接下来的法国政局就是连续的混乱 1790年6月 法国制宪会议宣布非除贵族体系 并实施政教分离 国家治理事务不再受罗马教皇干预 1791年9月 制宪会议发布了一部奇怪的三权分离的宪法 行政权属于国王 立法权属于立法会议 司法权属于法院 然而对于立法会议成员和法官的来源 以及这三种权力之间如何协调运转 这部宪法并没有系统性的规定 1792年9月 吉伦特派上台 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吉伦特派推翻了此前制宪会议发布的所有文件 严厉打击贵族的利益 比如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没收贵族们的财产 但是 权力到底应该怎么运行 没人能给出答案 在这个时代巨变的时刻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 但是每个人都不知道应该要做什么 于是就开始了胡乱作为 1793年1月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茫然而又狂热的革命党人处死 死得毫无意义 混乱的局势没有任何改善 1793年5月 雅各宾派以暴力手段推翻吉伦特派登上权力的舞台 同样的雅各宾派对于如何治国也是一头雾水 但是他们胆子很大 不懂治国没关系 懂得杀人就行 有谁不服气 杀了就好了 于是雅各宾派在巴黎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在接下来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 巴黎仅仅被送上断头台公开处刑的人数就超过了七万 至于死在监牢里的政治犯 更是不计其数 打着为民谋求福利旗号的革命党 成为了最为恐怖的杀人集团 而这整个混乱的过程 炮兵军官拿破仑全都非常幸运的躲了过去 当时的他有一种奇怪的执念 帮助家乡科西加岛从法国独立 因此他整天从军队矿班 返回科西加岛 跟一群独立分子混在一起 然而这群人跟当时年轻幼稚的拿破仑一样 都是纸上谈兵 对于一个小小的科西加岛到底要怎么独立 独立之后怎么维持秩序 全都提不出任何方案 这场扯淡的独立运动 大量消磨了拿破仑的时间 虽然他和当时活跃的革命党人 全都交上了朋友 与雅各兵派成员尤其熟悉 和罗伯斯比尔兄弟更是直交 但是他不需要为了当时的任何政治派系 冲锋陷阵 每个人只要在拿破仑面前开始讨论政治 就能够听到拿破仑 长篇大论的宣扬 他奇怪的科西加岛独立的理论 因此每个人都会迅速的闭嘴走人 因为这件事过于离奇 所以我非常怀疑 所谓的科西加岛独立运动 只不过是当时的拿破仑 为了避开可能的政治运动陷阱 而给自己涂抹的一层保护色 有意思的是 在这段动荡的政治斗争中 革命党人大规模 清洗了元皇家军队中的贵族军官 将这支皇室色彩的军队 转变成了一支纯粹的国民军队 在这个过程中 空缺出来的官位急需革命统治填补 1792年 年仅23岁的拿破仑晋升为上位 要获得进一步的升迁 仅仅只需要一份说的过去的功勋 而这份功勋很快就到了 1793年7月 法国南部的土伦堡发生叛乱 英国和西班牙的舰队文风而至 占领了土伦堡 并计划以此作为基地 进攻法国本土 拿破仑听闻此事 立刻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作调到了土伦前线 并就地晋升为少校 原本拿破仑仅仅只负责指挥当地的法军炮兵部队 但是野心勃勃的拿破仑 当然不会甘愿为他人作假衣裳 于是他又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作 架空了土伦地区的法军司令 获得了全部军队的实际指挥权 同时 他在革命党中长期积累的人脉 在这一刻终于发挥了作用 最先进的火炮和最精锐的援军 源源不断地被运到了土伦 到了12月份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齐备 拿破仑发动总攻 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最为精良的装备 一举击溃了英国和西班牙联军 事实上 这也成为了拿破仑在此后的战争风格 他总是会追求一场干脆淋漓的击溃战 作为这场胜利的回报 24岁的拿破仑被晋升为准将 可以说是年少得志 成就他这份事业奇迹的真正原因 当然就是法国大革命之下的社会大洗牌 原有的贵族体系被清洗之后 留下的权力空缺太多 而革命党人急需自己的精英人才予以填补 拿破仑敏锐地抓住了这其中的机会 土伦之战的胜利 拿破仑的军事能力只占三成 七成都是靠他的政治运作能力 说服革命党人中的同盟 向他提供军火和援兵的能力 到了这个时候 身具高位的准将拿破仑 就走上了权力斗争的舞台 无论他本人是否情愿 他都必须现身到漩涡之中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1794年7月 巴黎再次爆发热月政变 雅各兵派被推翻 罗伯斯比尔被送上了断头台 才当了半年准将的拿破仑 因为与罗伯斯比尔的关系十分亲密 受到牵连 因此被捕入狱 接受新政权的审查 好在新上台的热月党人 并不热衷于杀人 拿破仑以放弃兵权核准将军衔作为代价 顺利的在两周后出狱 这是拿破仑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挫败 他选择定居在巴黎 随时关注局势的发展 并准备着东山再起 命运的齿轮转动得非常快 这一次他也没有等待很久 到了1795年 由热月当人组成的法国都政府 依然没有找到治国理政的系统性方式 全力运转依然处于彻底的失控状态 到了这个时刻 法国的王族和贵族基本上都被杀干净了 但是新的官僚系统根本就没建立起来 统一的税制和民生管理体系 连影子都看不到 老百姓的生活因此根本就没有改善 反而是日益困苦 至于法国各个地区也是各自为政 地方官僚纷纷组建自己的国民卫队 也就是地方武装 自己收税自己花 不把在巴黎像走马灯一样更替的这排那排放在眼里 照这样的局势演变下去 用不了几年 法国就会分裂了 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之下 法国各地的老百姓 开始连续的爆发叛乱 让法国都政府焦头烂额 保亡党人 也就是试图复辟法国王室的一派势力趁机兴起 到了十月份 保亡党人的势力已经深度渗入到了巴黎的守卫部队之中 连守卫部队的最高指挥官都变成了保亡党人 于是保亡党人当即发起了叛乱 也就是扑越暴动 法国都政府无计可施 在环顾一圈之后 他们沮丧地发现 整个巴黎地区唯一能够带兵平叛的将军 只剩下一个谢侄在家的拿破仑 拿破仑没有拒绝都政府的委托 虽然他在热越党人这里受到了委屈 被剥夺了军职 但是如果保亡党人复辟成功 曾经长期忠于雅各兵派的拿破仑 一定会更加死无葬身之地 走马上任的拿破仑 第一时间就召回了自己的炮兵部队 然后他违背常规地将四十门大炮 部署在了城市的中心广场 上演了一场 令当时的世人无比震惊的 市中心限弹炮击战 仅用一天的时间就轻松地击溃了叛军 战后拿破仑得到了热越党人完全的信任 他被任命为巴黎卫书部队司令 军衔也被晋升为中将 说到这里 让我们把目光稍微转移一下 从拿破仑的事业转向他的感情 约瑟芬、伯阿尔内现在就要出场了 约瑟芬1763年出生 比拿破仑大六岁 他出生于一个典型的法国贵族家庭 1779年 16岁的约瑟芬嫁给了巴黎的贵族将军亚历山大 生了两个孩子 这样的家庭当然不可能活过疯狂的法国大革命 1794年初 亚历山大将军被雅各宾派斩首示众 31岁的约瑟芬也锒铛入狱 按雅各宾派的恐怖玩法 约瑟芬根本不可能活着 只不过是因为当时排队上段投胎人太多 暂时还没轮到他而已 不过约瑟芬运气不错 在牢里待了三个月 热月政变就爆发了 刚上任的热月党人为了获得更多支持 大赦天下 约瑟芬因此被放了回来 被雅各宾派没收的房产和田地也还了给他 出狱之后的约瑟芬成为了当时非常知名的寡妇 受到了法国都政府的很多优待 作为回报 他也受邀参加了大量的政治性的公共活动 可以这么说 他算是热月党人 试图与旧贵族体系修复关系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拿破仑担任巴黎卫数司令后 与约瑟芬在很多公共事务场合进行了接触 如同大量史料记载的那样 约瑟芬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 性格成熟稳重落落大方 在经历过生死巨变之后 眼界当然也高于凡人 克西加岛上的破落贵族青年 无法抵抗这样一位真正的贵族少妇的魅力 年轻的拿破仑很快就沦陷 对约瑟芬展开了狂烈的追求 1796年3月 在拿破仑的不屑追求下 两人成婚 婚后的约瑟芬成为了拿破仑的坚实后盾和坚定战友 他贵族出身的背景 受过雅各宾派残酷迫害的经历 稳重的性格和圆融的交际技巧 可以赢得法国任何政治派系的好感 并因此帮助拿破仑赢得了大量的支持 现在我们将视线重新聚焦到拿破仑的事业之上 1795年10月 拿破仑在平定蒲越暴动之后 就任巴黎位数司令 此后他并没有闲着 他迅速解散了全国各地的自卫军 也就是取消了地方武装力量 遇到不开眼的地方官不配和自卫军解散 想要搞事情 拿破仑基本上没有二话 都是直接击溃了事 到1796年4月 国内大局已定 地方上的分裂势力全都被消灭 刚刚完婚的拿破仑 就被热越党人新组建的都政府派到了意大利前线 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 去对抗第一次反法联盟的盟军 反法联军这个东西 是拿破仑用了一生时间对抗的怪物 它最早出现 是因为法国的邻居奥地利 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感 在一开始 反法联军的规模不算大 参与反法联军的奥地利 普鲁士等国将领 也没有认认真真的打仗 毕竟在当时来说 各国的贵族对于法国大革命 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也搞不清楚 他们跟法国国王之间也不算特别亲善 乃至巴不得法国闹得更大一点 法国的国力削弱得更狠一点 然而 法国大革命很快就呈现失控的迹象 1793年初 革命党人甚至杀掉了国王路易十六 当时欧洲各王国的王族贵族之间都战亲戴故 相互之间虽然整天打仗 但在当时的贵族文化里 输赢是兵家常事 贵族倒是不能轻易杀的 在战场上抓到了 还得客客气气的请人家吃顿饭 再把人家放回去 了不起收到赎金就是了 死亡是不可容忍的罪行 更何况法国革命派的那种疯狂搞法 对路易十六和其他贵族 甚至都可以算是公开虐杀 这更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这都不出来打仗 欧洲各国贵族的连面核存 所以反法联军的声势也是一天比一天大 英国 西班牙 葡萄牙 荷兰等国纷纷加入进来 各国排除的兵力也是一天比一天多 到1796年初的时候 所有欧洲国家都向法国排除了军队 眼看就要打进法国本土 法国大革命 因此已经处于失败的边缘 临危受命的拿破仑 在北意大利战场打出了奇迹一般的连环胜利 当时的拿破仑严重缺乏不计 兵力严重不足 士兵们怨气冲天 无计可施的拿破仑 只能打破此前欧式贵族作战的规矩 他公然允许士兵以暴力抢劫的形式补充激养 因为抢到的钱太多 拿破仑甚至可以将一部分劫来的钱财 反赠给法国都政府帮助都政府解决财政上的燃眉之急 此后这种抢劫式的补给方式贯穿了拿破仑的一生 这也成为了拿破仑一生中所背负的最大的罪名 并因此被欧洲各国视为残暴的战争恶魔 当然了 对拿破仑来说 他放手让士兵抢劫 军队士气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 士兵的服从性和机动性因此都有了大幅提升 相对于反法盟军军队僵化的指挥机制 各国军队之间严重缺乏配合以及低下的士气 拿破仑因此具备了更加灵活激动的战术选择 这种优势首先表现在蒙特诺特战场 拿破仑先以强硬的堡垒防御战将大部分敌军吸引过来 然后再以几次漂亮的长距离迂回 切断了盟军各部之间的联系 剩下的就是将这些切割成小块的敌军挨个击溃 打出立场酣畅淋漓的胜仗 在这之后的曼图亚争夺战和里沃利决战 拿破仑的战术依然不变 他不停地率军展开长途极型军 避开反法盟军主力 寻找其薄弱处发起击溃战 这种反复的迂回 是对指挥官的战场嗅觉 指挥能力和军队士气的极大考验 在当时的来说 欧洲各国军队普遍还处于中世纪的低劣水平 日行军距离超过20公里就有诈音的风险 并且军队普遍拒绝夜间行军和连续行军 面对拿破仑动不动就连续一天一夜 即行军100公里的战术 欧洲各国的老派军事将领们 在意识层面就无法想象 也根本无从对此做出应对 因此 他们被拿破仑各种花式吊打 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1797年3月 拿破仑率军直逼维也纳 奥地利被迫投降 向法国求和 10月双方签署合约 承认法国对整个北意大利的管辖权 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 就此事实结束 战争胜利后 10年28岁的拿破仑 成为了法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拥有极高的声望 到了这个时刻 拿破仑事实上已经具备了和当时的法国都政府叫办的能力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当时的法国都政府 其实对于如何治国理政 还是没有什么概念 当时的法国政局算是勉强安稳下来 只不过是因为都政府原样照办了国王时期的治理体系罢了 在最关键的税制以及民权民生方面 没有任何可见的变化 要这么搞的话 为什么要发起大革命呢 革命的意义在哪里呢 资本家的兴起 以及随后的血腥革命 难道只是带来新的一波贵族 而不能带来真正的制度上的变革吗 在这样的背景下 法国人民不可遏制的 开始怀念此前的波旁王朝 王族的复辟势力也再次复苏 在这样的微妙时刻 从意大利战场回到巴黎的拿破仑 决定暂时脱离政治的漩涡 1798年5月 他选择就任东方军总司令 远赴埃及 开始了为法国开拓殖民地的战争 这一次 拿破仑的军队实力比在意大利时期要强多了 他现在有了充足的积养 有了完善的后勤系统 有了完备的炮兵 骑兵和步兵配置 同时 他依然放手 让士兵抢劫 达成了这样的条件 在结合拿破仑敏锐的战场嗅觉 和天才的指挥能力 法国军队在中东地区所向无敌 并且更可怕的是 拿破仑开始实践部 骑炮的混合战术 让骑兵和步兵慢慢熟悉了 在炮兵的覆盖射击之下战斗 此时 埃及名义上的宗主国是奥斯曼帝国 事实上的统治者是马穆鲁克军事集团的骑兵 这些骑兵恰好就成为了这种全新战术的魔刀石 1798年7月 两兵在埃及金字塔下的一场大会战 总人数上万的马穆鲁克骑兵 在刚刚接触之下就被彻底击溃 最后全军覆没 而法军的伤亡仅为数十人 这一战当然名证欧洲 在此后 这种不旗炮联合作战战术 将会把反法盟军打得哭爹喊扬 此时此刻的拿破仑 作为欧洲第一战神 也不再满足于只做一名军事统帅 他开始尝试稳定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局面 并重建统治秩序 拿破仑宣布成立法兰西埃及省 成立埃及都政府 拿破仑自任总督 接下来 拿破仑在埃及进行了一场全方位的执政试验 他建立了行政委员会 作为自己的施政班底 他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和与之相匹配的税务征收机构 更重要的是 他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全套的行政管理部门 主要包括警务、司法、教育、卫生和基建管理部门 并详细规定了各部门的运行权责 以及与其他部门相互协调的机制 这些部门各司其则 开始着手在埃及建立稳定的秩序 以及成系统的安全、教育、卫生和道路 农田、水利、网络 在今时今日看来 这些事情都很简单 恨不得算是公共管理学领域的最基础的常识 然而 在当时来说 这是一场极其伟大的实验 其重要性 无论怎么高估 都不算过分 法国大革命之中 一直缺少的 就是这套治理体系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 你杀我我杀你 血流成河 茫然无措 恰恰就是因为 所有人都找不到真正的现代治理模式 而现在 拿破仑找到了 并在埃及进行了第一次的实验 实验结果堪称出色 埃及的局势被迅速稳定下来 各地风起云涌的抵抗运动 被高效的行政系统迅速压制了下去 甚至都不再需要拿破仑的军队亲自动手 不过拿破仑没有兴趣 长期等待下去了 1799年中 法国远征军东征舒利亚势力退回埃及 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联军尾随而至 7月份 拿破仑指挥法军 在阿布基尔湾战役中 干净利落地击溃了英澳联军主力 甚至比金字塔战役还要赢得轻松 随后他就率领心腹秘密脱离了埃及战场 乘船返回法国 1799年10月 30岁的拿破仑回到巴黎 历史将要从这一刻开始 揭开全新的一页 拿破仑将要建立一个全新的 现代意义上的政府 所有的政治规则都将被重写 人类社会将要从此走进一个 更加波澜壮阔的新时代